點Walkshoot Function 後面的Function 其實只要是以所有內部的函數 都可以在這邊使用 不過可能對同學來說 比較可能比較累 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這麼長一串怎麼記得起來 不過我大部分都是這樣 就是也不用背啦 這個要這個要背啦 後面的不用背嗎 後面怎麼出現 點下去嗎 它不是有什麼 那你大概就記Walkshoot Function Walkshoot打一個WO有沒有 這邊就出現了嗎 按個空白鍵 然後再Back一下 然後點 這邊就會出現了 所以其實都是用提示的方法 來完成我們的這個 這個後面的程式 好 那其他的話就是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 那當然我後面呢 還有做一些些的變化題 這兩個我想這個這兩個是 就是年跟 假設我今天年跟利率呢 是需要動態的去改變的話 那有需要做什麼呢 比如說我現在年 我現在是10年 可是我不需要10年啊 我需要只要5年就好了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10年刪掉之後 再改成5年呢 當然可以啊 那你就給它一個5對不對 按確定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留下5年了 那將來如果是按計算的話 它就是不需要這麼多年了 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這個結果 它就只有5年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答案在上面啦 我想不要每一題都講啦 不然我覺得你們還是要去想想看的 其實有些題目是同學問我的 我發現好像你們問我我就回答 你們問我就回答 然後最後都是在考老師不是在考你們 好像我越來我的功力越來越提升 可是我發現你們功力好像越來越弱 所以其實你要去想說 如果什麼情況發生該怎麼做 都一定做得出來的 只是說怎麼完成啦 如果 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最愉快的 其實也是在那個享受過程啦 然後當你看到那個結果 你一定也會很有成就感 這個也是我覺得寫程式最愉快的事情 當然也不一定說它一定要拿來工作啦 有的時候只是一種動動腦筋的一種習慣啦 因為我畢竟我可能我的習慣是不喜歡 就是一直做一些好像寵物 感覺好像很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很笨啦 不過我不能用那種 每個人的不一樣的形態 所以把它清楚 那一樣如果利率 如果我今天希望不是到2% 而是到比較多的話 那怎麼改 這當然也是一樣 這邊我也做了一個利率 一樣的方法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3%好了 那這裡我是用直接輸入3就好了 按確定 它自動就叫3%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按下計算 然後一樣輸入一個存款金額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算到3%了 不過好像這邊還可以更好啦 格式好像沒同意啦 不過這個格式 自己再全部在格式化一下 應該也沒問題 所以這個我想就是一個動態的試算表了 那早期你可能只能做一個靜態的 然後如果有改變的話 那就會有問題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按照片 distrib訂 請給你 中文字幕——YK 字幕——YK